一對夫妻在路邊散步 沒想到後方一台機車 直接往他們方向高速衝撞上去 總共兩男兩女倒在地上 民眾趕緊上前查看 本來倒地的女行人 冷痛爬到丈夫的身邊查看 不過只見她躺在地上 遲遲沒有動靜 機車從後方追撞行人車禍 發生在8號夜間10點多 南投中心路上 當時37歲的曾興男騎士 後座載著一名30歲的女子 莫名高速撞擊路邊散步的一對夫妻 當時有民眾跟警方透露 男騎士身上重斥著酒味 不過肇事的曾興男子傷勢嚴重 現場無法進行吹氣酒測 然後我們到場之後發現到現場的 已經有那些民眾在引導 然後在協助我們 我們先處理價值 因為價值比較危急 生命傷患中曾興騎士當場昏迷 目前仍然在加護病房 從性女乘客受到皮外傷 而被撞的行人夫妻擋 丈夫重傷一次有腦出血的狀況 實行妻子則是四肢擦措傷 警方已經對證明歧視抽血檢測 報道